你去吧 波尔回来了 波尔 你可不可以 把你的车挪一下呀 咱们都不是说好了吗 那个车位是我的 我亲爱的嫂子回来了 你可以把车 停在我哥的车位上吗 陈素啊 先生 昨天下午就收拾好衣服 说要在外面住两天 要不您把车 先停摊的位置上吧 自己的老公彻夜未归 你这个当老婆的 也是够称职的 我家不是住什么外面 你看你现在 都胖成什么样子了 女人呢 就应该时刻提醒自己 男人越来越值钱 女人越丑越危险 克里斯人家大老远的 跑过来一趟 我哥当然要热情款待了 不去外面住 难道还要住咱们家不成 而且有你这多不方便呢 克里斯 哪个克里斯啊 当然是我哥 大于同学了 一个是校花 一个是校嫂 多般配啊 要不是我哥回国的话 你这大嫂 应该也没什么份吧 哥 我嫂子知道你跟克里斯在一起呢 她现在正气气冲动 都要去捉奸呢 你可要小心一点啊 她怎么会知道呢 又是你跟她说的 哎呀我不是故意的 我就说克里斯要过来看你 她非要认为你们俩有一腿的 她这么小心啊 跟我有什么关系 过了 先生有没有说住哪儿呢 我看先生拿走了游艇的钥匙 看来是嫌酒店都不够隐秘密 姜村 姜村 给我出来 姜村 林总 你怎么来了 你以为你怼到游艇上 我就找不到你们是不是 怎么这么出话了 出来 给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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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 我是操操合法妻子 你是谁啊 姜村 你们慢慢聊 我已经走了 不要了人 你怎么打人呢 你这个女人脑子有问题吧 姜村 我告诉你 你还是处理好你的家务室 在来找我 我在你这儿耽误的时间 已经够多了 把她说记住你了 够了 放开 你人都打了 你还要怎样 怎么了 那不该打了吗 你简直是无理取闹 你不想在这儿 请你们俩吵架 有什么事 去上海找我和你 瑞士 瑞士 你把他给我离开 我不想跟你吵 怎么了 你想因为他跟我离婚 我告诉你 门都没有 姜太太 你怎么来了 什么意思 瑞士呢 走了 合同呢 还在这儿呢 我的合同还没签哪 咱们又结外生枝了 我去找瑞士啊 这个瑞士 瑞士 满意了 瑞士 我不像你想的 你握住 我在工作 她大老远从英国赶过来 她为了倒时差 我不想打扰她休息 你是迁就她住在这儿 对不起啊 是我太冲动了 我会到 给她道歉行吗 你忘了我们的约定吗 我没忘 难道我们要这样 冒合成立过一辈子吗 你以为我想吗 想想你的过去吧 我已经记不得 你当时的样子了 江村 先生 先生 你醒醒啊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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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睡啊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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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你别睡啊 先生 先生 你别睡啊 你醒醒啊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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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后里看见秦英苏的样子了 秦英苏把心理的时间都忘了 不知道是他记不起来了 还是我认错了人 那你就直接跟秦英苏提呗 他不忘了 提有什么用 走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枝 王院长 小枝 准备请客吧 这一次的选拔 无论从比试 技能展示 还有吴静明投票 这三个方面你都遥遥领先 我们原领导商量了一下 决定你作为这次选拔的唯一候选人 过两天就会公事 我想不应该有什么反对意见 提前祝贺你啊 太好了 谢谢 谢谢王院长 这么多年多快了你再陪我 不然我哪有今天 这是你应该得的 哎呀 你说这个萧雅 她要有你一半的努力 我也就不发愁了 下次说话能乐背着点人呢 妈妈 我就是说给你听的 一天疯疯癫癫 每个正行 你看人小枝 马上就要当教导主任了 真的 那可得好好庆明庆庭 走走走 那我去找我 去吧去吧去吧 你看看你 男朋友身边那女的是谁 这是谁啊 你是不是傻 你问我这是谁 女博士 挺厉害呢 我相信她 那就去问清楚啊 有什么不好问的呀 我要是冤了她 我赔礼道歉 哎 你干嘛 你别给她打 喂 喂 小枝 医生 啊 你在忙吗 啊 你说 嗯 你晚上有空吗 我们好姐都没见了 哦 正好我晚上有事找你 那咱们晚上八点见 行 那晚上见 对啊 这不就得了 记住 晚上一定要问清楚 谈恋爱不是这么谈的 你不都老让着呢 知道吧 来来来 让我来 小姐 你后被流血了 你没事吧 哎 小姐 小姐 医生 这里还有病人 快 护士 郭总结救室 这个女孩为救刚才那个病人受伤的 伤势不清啊 你放心 我们会安排结救的 你是病人家属吗 不 我不是 赶快联系病人家属 在病人家属来之前 你去帮忙给她登记一下 好 会留下来的 不得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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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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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啊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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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阿姨 商场又打折了 不要商场一打折就什么东西都往我这儿买 你喜欢的不一定我喜欢 叔叔 我帮你洗吧 不用 别摘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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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啊 你别洗了 我有话给你洗 爸 我来吧 这个不是买钱马上就完了吗 霍芝啊 这几年你和我们林生在一起 我呢 的确对你有些苛刻 好 既然就要成为一家人了 以前的事 你也别放在心上 谢谢你 阿姨 同意我跟林生结婚 我知道以前很多 做得您不满意的地方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努力 做陈家的儿媳妇的 嗯 知道就好 我们林生啊 从小就很优秀 年年考试拿第一 现在呢 又是设计院的骨干 我和他爸 在他身上 没少花心情 可真是没想到 算了 不说这些了 既然林生喜欢你 我也拦不住啊 我就是想说 希望你们结婚以后 你能好好地照顾他 毕竟 跟英国那么远 我想照顾 也照顾不到啊 什么 英国 谁要去英国啊 是他们设计院 派他去英国 诺迪汉大学 进修两年 小致 咱不是说好去看电影吗 时间不早了 走吧 你要去英国吗 林生 你没告诉霍芝啊 我还没来得及说 小致走 我慢慢跟你说 你是没来得及告诉我 还是根本就没打算告诉我 你什么态度啊 啊 林生工作那么忙 这点小事 忘了又怎么了 再说了 他是要带你去英国 如果不是我们家林生 这辈子你哪有那么好的机会 阿姨 可我也没有说要去英国 不是 你不去 谁照顾林生啊 可我也有我的工作 而且 我马上就要升到教导主任了 什么教导主任呢 不就是看看孩子的事吗 你那点工作 哪有我们林生重要啊 阿姨 这根本就不是 谁的工作重要 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 我们俩会解决的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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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做 你们俩人之间的事啊 啊 要不是我们林生去英国 没人照顾他 我才不会同你们俩结婚 要怎么去 你可想好了 原来是这样 陈林生 你好样 啊 小致 你别睡 真是 人那么小啊 脾气还不小 好啊 陈林生 算得很 啊 什么 他们家也太会算账了吧 哦 合着娶你进门 就是为了找一个免费保姆啊 陈林生这妈宝质 真的太过分了 我找他去 哎呀 哎呀 晓远你就别跟我添乱了 我都烦死了 你有什么好烦的 现在不是你去不去英国的问题 现在是你在陈家地位的问题 啊 你要是真嫁不去 你还不得被他那个妈欺负死啊 哎呀 我不是在意这个 我就是觉得 你说这事他要是提前跟我说 提 怎么着 提前跟你商量 你还真打算辞职跟他走啊 他还敢来 呆着 陈林生 获知新闻 我可不是好惹的 知道吗 小致 对不起 不是我不想早点告诉你 而是出国这件事 根本就还没确定 这都是我妈一厢情愿 觉得我肯定能走成 对于你妈才同意结婚 就是为了给你找一个 免费的保姆 你也别说这么难听 我妈她是有私心 可她为什么不找别人呢 其实在她心里啊 还是认可你的 你可是高材生啊 是剧院的骨干 我呢 我就是职高毕业的 连大学什么样 我都没见过 小致 我不许你这么说自己 小致 小致 我说过 在我心里你是最好的 小致 你也知道 我妈那个人死脑筋 我早就跟她提过 我要跟你结婚 可她就是不答应 没想到 这次因为出国的事 她反而送了口 所以我就觉得 所以你就想先领了证 其他的以后再说 都说你最了解我了 陈敏生 你这样会让我更为难的 你知道吗 如果到时候领了证 你又不去英国了 妈肯定会怪我的 不怪我 因为我你没有去 成英国留学 放心 不会的 再说 还有我呢 你 你这什么表情啊 只要我们结了婚 我一定护着你 那我们说好了 我不去英国 我真的很喜欢 幼儿园的工作 小致 没问题 其实 我想早点跟你结婚 也是希望给自己 一个定性文 我要真的去了英国 两年呢 万一 你跟别人跑得怎么办 那你万一要是找个 金发毕业的养妞怎么办 我绝对不会的 小致 你就当是为了我 咱时间答应你了吗 我们把证明了 到时候 看下怎么样都行 好吗 好 你说你结个婚 婚礼不办 结婚照也不拍 他们老陈家上辈子 拯救了全宇宙嘛 哪找你这么听话的儿媳妇 哎呀 其实 陈女生妈妈说的也有道理啊 我都没有爸爸妈妈 更别提什么亲戚了 再说了 这个结婚照 能省就省点呗 行了 你愿意委屈自己 我可不愿意 今天死吧全套算我的 那怎么行 就当是我送你的结婚礼物 不许说不行 当不当我是朋友 小雅 谢谢你 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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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说 快点 快点 就打赏 喂 你好 是陈太太嗎 這裡是薄餚大酒店 您之前預約的 聖約免分賞 这事实活动已经要到了 您能按时来吗 能不能啊 来了 来了 你进来就变门口了 好的 我们恭候您的光明 霍芝 姐对不起你 可真舒服呀 笑雅 我可是穿你的福 来这么高大上的地方 结婚前我也没什么遗憾了 那你可不得好好感谢我 我怎么着 也得让你漂漂亮亮地 去找结婚照呀 我跟你说 这结婚照可得照好看 要不然啊 只能二婚的时候补开了 我还没结婚呢 你说什么呢 可可 呸呸呸 呸呸呸 一会儿我们去做头发 头海 反正还有几个小时 我就是陈令生的人了 这几个小时 随便你这么折腾 好 怎么样啊 手机没人接啊 她是不是反悔了 不可能 她也许是临时有事呢 小植你别着急 我再打个电话试试 陈令生不会无冤无故 爽约的 她会不会出什么事了 比如说手机没电 车子泡萌 不行 我还是去她家看看 你没事吧 我陪你去吧 不用了 你帮我在这儿等着 万一她来了 你就联系我 我去了 好 好 阿姨 我一直都联系不上陈令生 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阿姨 陈令生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啊 怎么 要是令生出了意外 是不是正合你意啊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是小植来了吗 是小植来了吗 开门啊 有话咱们好好说呀 阿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你看见的这么回事 霍芝 我正式通知你 我不同意你和凌晨结婚 从今天开始 你们俩 不再有任何关系 快 开门 开门啊 你怎么干什么 你看这多不好 他敲门那么大声音 让林玉听见了 以为咱们家出什么大事 这 让他们俩见个面 把话说清楚 不就行了吗 就就就 你太不放手了 不然你 对不起了 阿姨 我一定要跟陈离生说清楚 不 妈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好啊 你都敢冲我吼了 这个女人有什么好啊 你为了她 你敢吼你妈 妈 我没有 你别生气 咱们有话好好说呀 还有什么好说的 霍芝 你一没学历 二没家事 三没本事 这些我都忍了 谁让我儿子偏偏喜欢你呢 可是你现在脚踏两只船 给我儿子戴绿帽子呢 我是绝对不会允许 像你这样的女人 进我们陈家的门 你知道吗 阿姨 我没有 我不是让你在说什么 我都亲眼看见了 老天有眼 让我在你们 美丽结婚争以前 认识了你们的真面目 敏生 听妈的啊 立刻跟她断了 妈明天就去给你找一个 比她好一万倍的女孩子 妈 我相信小植不是那样的人 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阿姨 如果你后悔同意 我跟陈琳是结婚 你可以直说 但是你绝对不能 侮辱我的人格 人格 像你这种女人 还有脸跟我谈人格呀 是用我们李生 这么善良的孩子 才会受你的骗 我早就应该想到 你竭尽李生 就是不怀好 妈 你别这么说小植 妈不会害你的 李生 听妈的啊 给她断了 妈 你别说了 小植 我不知道 究竟发生了什么 要不 要不你先回去吧 回头我再找你 不许去 我把妈放这儿了 你一辈子 都别想进我们陈家的门 你马上跟我走 走 小植 你给我站住 你要是敢追他 你 你就不是我儿子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小植 小植 我知道这三年 我妈让你伤了不少恶趣 但你要相信我 要娶你的人是我 要跟你过一辈子的 人是我 你嫁给我 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 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 喂 苏莉 你生意怎么这样 我听你说的 到底怎么了 你是谁 你去哪儿了 话说一半就挂电话 再给打又不接了 你怎么了 我们分手了 分手了 我找不去 跟她没关系 是我后悔了 我不想结婚了 屁呀 你从谈恋爱开始 就想嫁给陈领生 你后悔 是陈领生那个鸡皮妈 后悔了吧 妈 你干嘛呀 你把手机还给我 妈 干嘛呀 妈 谁让你假装甚至呢 你再侵犯我人身自由 你要是觉得 我侵犯你人身自由 你可以去告我呀 有本事去法院告我呀 要不然我们断绝母子关系 我明天就把你 从户口本上除名 看看 你看看 我们养了快三十年的儿子 为了一个女人 跟她亲妈吵 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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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老师 不知道你睡了没有 明天我家里房子装修 我得赶过去 你帮我带一下班呗 你帮我带一下班呗 浩老师 河老师 后老师 刚才有人让我把这个给你 哦 是谁啊 我不认识 是个男的 哦 谢谢啊 好 好 霍老师 大老师 万一可是家里有事吗 今天 你怎么给我代班的 园长给我打电话 说班里的孩子丢了 孩子丢了 妈 不可能啊 刚才孩子一个月都不少 怎么可能丢呢 你到班里看一下吧 童谷 你们有没有看到童谷啊 童谷 看到了吗 童谷你刚坐在这儿 看到童谷了吗 没有啊 童谷 我 我得赶紧给孩子家长打电话 出生了就完蛋了 或者你闯祸了 你知道吗 能在这儿的 对吗 我得赶紧贵 在那儿 能过吗 去 游乐场 我去买票 你这儿等着我好吗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出了点事怎么办 是 这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幼儿园是封闭式的 出现这种情况还真是第一次 就是你们管理疏忽 这么小的孩子他能自己跑出去吗 你说这可能吗 是 是 是 你们啊应该采取一点措施 现在啊拐卖儿童的特别多 小朋友啊 告诉警察叔叔 是谁把你带出去的 如果他是坏人 叔叔一定会抓住他 彤彤 快说 实惑 实惑来是 彤彤 你可不能看老师的玩笑啊 好啊 你 你是什么老师啊 妈妈 怎么这么不辞啊 妈妈 怎么这么不辞啊 妈妈 孩子的一个人 看出去挑战啊 妈妈 冷静呀 你冷静丢了 怎么犯呀 你哪儿啊 肯定是的 孩子这么小 不会撒谎的 妈妈 你 妈妈 你 妈妈 中学 孙孙孙 我回说了 你看这人 坐坐坐 坐坐 坐坐 你先让她回去吧 我疼疼 霍知 你先回去吧 别哭了 你都哭了一整天了 怕什么 孩子都找到了 他们还能摆得怎么样 可是我是被冤枉的呀 为什么所有人 都不相信我 怎么 你不会也不相信我吧 我怎么可能把孩子 扔在大街上呢 即使我不相信是你干的 可是你有证据证明吗 王院长 事情就是我说的这样 我问张阿姨了 她说没有人 地址条给你 你说我该相信谁呢 不可能 我们可以当面问张阿姨的 今天早上 张阿姨到老家来电话 说她儿子生病了 她一大早就急急忙忙 赶紧火车去了 请假还是在电话里请的 既然 既然说不清楚 我也不能连累您 那我辞职吧 霍知 你看这样行吗 你先回去休息一段时间 等我们把这件事情搞清楚了 你再回来上班 行不行 行不行 谢谢王院长 女士 你好 你是想买房还是想租房啊 我想租一个小一点的房子 来 你请进 你看啊 这就是我们的豪华套房了 这边呢是厨房 这边呢是卫生间 应有尽有的 那虽说呢是破旧了一点 但是我们这儿的地理位置啊 非常好 交通似合马达的 你想去哪儿都方便 来 来 这是您的钥匙 拿好 有事给我打电话 再见啊 这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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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谁啊 我 我是这个房子的做客呀 你是谁 我是谁 我是这房子的房主 姑娘 你被骗了 她是我的租客 仗着自己啊 在房屋中介工作 当起了二房东 这房子上个月 我就收回来了 她呀 人也跑了 建议你赶紧去公安局 报个案 或许损失还能少点 像你这种女人 还有脸给我谈人格呀 是用我们领生 这么善良的孩子 才会受你的骗 好啊 你是什么老师啊 什么老师啊 什么老师啊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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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回去休息一段时间 等我们把这件事情搞清楚了 你再回来什么班 你再回来什么班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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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进来吧 进来呀 站这儿干嘛 去沙发那儿坐那歇一会儿 你啊 就把这儿当自己家一样 我知道 你心里有很多的疑问 我又不会走 慢慢地 我什么都告诉你 好吗 你先喝点水 休息一会儿 然后洗一个热水澡 好吗 小智啊 我临时有点急事 我得先走了 你今天好好休息 明天我再来看你啊 这些钱你先拿着 以后有姐姐 什么事都不用担心 原来我们是双胞胎姐妹 妈妈 你们为什么不要我了 你可回来了 天真早就回来了 八成都已经睡了 你怎么不早给我打电话啊 哟 我亲爱的嫂子回来了 这白天晚上 都见不着你人影 有什么事 比我哥还重要啊 喂 我这不是已经赶回来了吗 早点休息啊 晚安 这跟我说什么呢 跟我这转移话题啊 肯定是做什么亏心事 心虚 我有说你最近的脸色不好 我也觉得是这样 我建议你去安医生那儿去看看 好好地 请因素 你心思不下定决心 怀孕的事就瞒不住了 谁啊 我 好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累了 我刚才做噩梦了 然后睡不着 我可不可以跟你一块紧紧啊 手机借我 干嘛 来 安洁啊睡了 好 太好了 太太睡不着觉 你到她的房间陪着一下 就这样 怎么了 不舒服 你好像脸色不好 别忘了 周四下午要去安阿姨那儿 好一下麦 给你开点药 奶奶 你怎么了 我没事 她不舒服 走出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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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回来了 先生早就回来了 八成都已经睡了 你怎么不早跟我打电话呀 哟 我亲爱的嫂子回来了 这白天晚上都见不着你人影 有什么事比我哥还重要啊 喂 我这不是已经赶回来了吗 早点休息啊 晚安 这跟我说什么呢 跟我这转移话题啊 这跟我说什么呢 这跟我说什么呢 肯定是做了什么亏心事 心虚 旅途的吃住行事 我有说你最近的脸色不好 我也觉得是这样 我建议你去安医生那儿去看看 好好美 请因素 你心思不下定决心 怀孕的事就瞒不住了 谁啊 我 好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累了 我刚才做噩梦了 然后睡不着 我可不可以跟你一块紧急啊 手机借我 干嘛 来 安洁啊睡了 太好了 太太睡不着觉 你到她的房间陪着一下 就这样 怎么了 不舒服 你好像脸色不好 别忘了 竹子下午要去安安医那儿 好一下脉 给你开点药 硬素 你怎么了 我没事 我怎么不舒服 走去吧 我该怎么办 请素你该怎么办 不能去诊所 除了一切都传绑了 你干嘛 你怎么了 我没听见你 不敢把我 你真是不想干嘛 那是我去做事了 你干嘛 你穴了 突然不能干嘛 还是挺好的 你找我来医院干嘛 是这样 我知道你心里 肯定有很多的疑问 所以 我带你来测个DNA 做DNA 对啊 测过之后 你就得相信 我是你的亲姐姐了 其实是你更想知道 我是不是你的妹妹吧 不过之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误会了 坐就坐吧 对我来说都一样 反正我一个人 生活了二十五年 我也不知道 自己还有个姐姐 喂 小致 你在哪儿啊 我快来公交车站了 你怎么就走呢 我还想送你回去呢 不用了 我还是觉得 和福利院住几天比较好 你别跟姐客气啊 说了 我一个人生活了二十五年 我不需要一个姐姐 你拿单子 哎 快吃吃 你这两天去哪儿啊 你 你这什么表情啊 昨天到底怎么回事 关你什么事啊 这枚戒指 是我妈嫁给我妈时 我奶奶给我妈的 小致啊 你待上她 你就是我们陈家的媳妇啊 我今天把话说开了啊 要不是我们领生去英国 没人照顾她 我才不会同我们俩结婚呢 小致 你别睡 好 郭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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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能想不开呢 我就你这么一个妹妹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 你 你不会那么好想进去 郭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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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儿呢 郭直 你吓死我了 你没事吧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 姐姐都会在你身边的 你可千万不能想不开啊 你现在还来关心我干什么 二十五年前你们抛弃了我 就已经认为我死了 为什么还要出现在我的面前 小致 我知道你这些年吃了很多苦 可妈妈她也有自己的苦衷 苦衷 这二十五年来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没有妈妈 因为我不愿意相信 妈妈会抛弃自己的孩子 可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我不仅是会抛弃了 而且是在我跟你之间 她选择抛弃了我 她为什么不干脆让我认为 自己的妈妈死了呢 小致 过去的就让她过去吧 你以后有我 放心 以后你姐姐在 姐姐一定会补偿你的 我不需要 我只是个孤儿 她这辈子都是个孤儿 小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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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要你活着 我就有希望 现在能救我了 我只有你了 后面想在这儿 有什么样子 你现在要出现 她们一个年早上 她们家的其他人 这些人都要再做 你做个孤儿 那这几年 我不是霍芝 我叫秦英素 霍芝是我的孪生妹妹 我一直記得 你從小就特別懂事 特別會照顧別的小朋友 那時候啊我就在想 要是將來 有人能好好地照顧你 該多好 所以那天你姐姐 突然來找我 你不知道 我心裡有多高興 這是你姐姐留給你的信 守住 小枝 我知道你現在一定很恨我和媽媽 換作我是你 恐怕只會比你更生機 可是你真的不要恨媽媽 要恨就恨我吧 聽媽媽說 我們出生之後 你就查出了心臟病 那個時候爸爸剛剛失業 媽媽也沒有工作 一家人的生活都成問題 更何況是要給你治病了 於是爸爸 就瞞著媽媽把你放到了福利院門口 然後告訴媽媽你死了 媽媽傷心了很久 到現在一提起你 他還是會掉眼淚 他還是會掉眼淚 而這件事 一直到幾年前 爸爸臨終前才告訴我 我也是那個時候才知道 自己還有個妹妹 小枝 我是姐姐 得病的應該是我 被拋棄的也應該是我 如果可以的話 我真的願意用自己的一切 混回你這個妹妹 小枝 你原諒媽媽跟姐姐吧 第一次 丁蘿 你怎麼不敲門呢 我是說 下次多敲幾下 嚇得我一跳 哦 我知道了 有什麼事嗎 先生回來了 這麼早回來了 行我知道了 你忙去吧 小致 醫院打電話來說 DNA報告出來了 有時間一起去嗎 有 我現在去接你吧 不用了 咱們醫院見吧 行 那待會兒見 胡小姐 我們對比了你跟 秦小姐的基因序列 你們染色體上的 二十四個STR 位點檢測結果 完全一致 這說明你們是 同卵雙胞胎 火汁 小 小雅 你怎麼在這兒啊 你應該不是在這個 醫院實習啊 什麼意思 裝不認識我啊 行啊 霍芝 看來你混得順風順水 連閨蜜都忘了 害得我還替你瞎操心 小雅 你聽我解釋 你不用解釋 你要是嫌棄我 這個窮朋友可以 但麻煩你 告訴陳女生那個傻缺 他到處找你 你倆分得這麼不清不楚的 總要做個了結吧 小雅 我知道 我好一段時間 沒跟你聯繫 你直接生我的氣了 這樣吧 先找個地方好好聊聊 好嗎 不必了 有什麼好說的 啊 喂 哪位 殷素啊 我是安依邱 啊 阿姨 殷素啊 阿姨提醒你啊 你都三個月沒來耗賣了 這樣下去怎麼求子呢 那 好吧 那咱們就週四見 拜拜 怎麼樣 能不能聽出 殷素有什麼反常啊 電話裡面 怎麼忘忘問切啊 得見了面耗了脈 才知道她懷孕了沒有 可我覺得 她最近真的很反常 你知道嗎 殷素以前穿的是S碼 她現在穿M碼 整整胖了一圈呢 而且她還噁心 嘔吐 電視劇裡不就這麼演的嗎 懷孕肯定是要吐的 你是說 她現在就有認真反應了 我看著挺像 不過我每次問她的時候 她都說 那是她吃壞東西了 但我堪未必 不可能啊 你不是說她們倆感情不好 你一直分房睡嗎 所以這就是我最擔心的呀 她嫁給我哥 已經是走狗屎運了 這要是再給我哥戴綠帽子 我肯定饒不了她 你先別亂猜 萬一孩子就是你哥的呢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你一個小孩家家的 你哪知道人家 夫妻之間的事啊 這倒是 我是不知道的 但是我不能讓他 把我哥給騙了 阿姨 這事你可一定得辦理 好了別著急 週四見了面 一好賣就知道了 嗯 我先走 霍治 我到醫院了 我拿到報告了 是 沒錯 我們的確是姐妹 這個我當然知道了 我一點都不懷疑 小枝 我現在有點亂 給我臉是能靜一靜的 若是我不給你時間 還是我根本就沒有時間 謝謝 小枝 不是說好一起拿報告嗎 怎麼先走了 我碰到一個朋友 聊了幾句 不太開心 就先走了 我聽馮院長說過 你朋友不多 不過以後有我這個姐姐 你不再是一個人了 小時候每年過生日 小的時候每年過生日 媽媽都會準備一份 一樣的禮物 這些都是二十五年來 媽媽為你準備的 小枝 我還是想要想要的 其實每年生日 我都特別難過 我一直以為那是你的忌日 可現在好了 真希望我們姐妹倆 能一起過個生日 小植 今天 就算我们姐妹重生的日子 好吗 生日子 好 好 你不眨眼睛啊你 我的车明明都过去了 你也帮我刷刷 你蹭掉我这么大一块漆 你倒是下车呀 嗨嗨嗨嗨 说你呢 你转了我的车 你下车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刚才有点分神了 我看看啊 真的不好意思啊 刚才没注意 什么叫没注意啊 什么叫分神了 你一句对不起 就算完事了 算我全责 行 今天我开了我妈的车 然后咱们私了吧 我身上只有这么多钱了 你先拿着吧 好 今天我开了我妈的车 这点钱哪够啊 而且谁说要要你的钱 如果我们有缘分 下次再见到的话 你一定要请我吃饭哦 吃饭 好好好 下次有机会一定请啊 那个 我现在赶时间 我就先走了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下次开车的时候注意着点 别再转车了 好好好 好 这个呆子还挺帅的嘛 本公园等着你请我吃饭 好 姐 你怎么这么小就来了呀 还不是担心你啊 怕你一个人饿着 赶紧给你买了一些吃的用的 姐 我的生存能力可不是一般人 你不用天天围着我转的 那是以前 现在你有了姐姐了 我当然要照顾你了 还有这个 K story面膜特别好用 还有啊小植 你要记住 以后你不再是一个人了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可以告诉我 你有姐姐了 我们姐妹两个人 相互扶持啊 好吗 知道了姐姐 我那跟我来 你 Uny 是吧 有点快了 网络上的传变了 现在好多家长 都闹着要转圆 怎么办呢 小辰 你怎么来了 我先走了 外面家长闹什么呢 还不是因为小枝那事 霍枝呢 这几天他怎么样 他没跟你说呀 他已经辞职了 辞职 什么时候的事 就这事刚发生不久啊 小陈 嗨 嗨 嗨 说你呢 你撞了我的车 下车 陈丽星啊 陈丽星 脑子被中了 小枝啊 叔叔 来 来 进来吧 来 阿姨 虽然我跟领盛分手了 但是有些事情 还是要说清楚 这个 是你跟叔叔的婚戒 对啊 我想来想去 这么重要的东西 还是要还给你们 没见过脸皮这么厚的 有点事就往我们家跑 行了 戒指还了 赶紧走吧 我走 我走可以 但是至少也让我弄明白 你到底为什么不同意 我跟陈丽星结婚 我死也要死个明白吧 好吧 啊 既然你那么想知道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我们领盛呢 找了个新女朋友 不管是学历家事 都比你强 我这么说 你该死心了吧 可是 可是我们才分手两个星期啊 我不反对闪婚 我这个人哪 很开明的 吃饭 金虾 陈丽星 我需要跟你谈一谈 请问你是哪位啊 金属不在 你有什么事的话 我可以帮你转告他 喂 喂 谁啊 对不起 我想我肯定打错了 陈丽星 太让我失望了 我自然不要接你的面话 你是不是在找这个呀 你是不是在找这个呀 我还以为丢了 没想到被你找到了 谢谢啊 干嘛呀 我等你等的 一个中午都没有吃饭呢 你不是说 下次见到我的时候 要请我吃饭吗 我 还不 我现在没有钱 要不改天吧 什么叫没有钱啊 我可以借你钱请我吃饭 我有的是时间 走吧 走了 说法 说法 大家能够遮터�ję野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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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 我 你为什么不吃啊 我吃不了辣 手机还你 手机好好留下 我们做个朋友吧 咱俩没必要再联系了吧 刚才 没人给我打电话吧 你接我电话了 对啊 一个口气听着下 上门桌间的怨妇 不会是你女朋友吧 谁让你随便接别人电话了 你会害死我的你知道吗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补 怎么了 不会是你女朋友 听到我接电话关机了吧 把你甩了 这么小心眼啊 我告诉你 我最讨厌你这样的人了 谁让你接我电话了 我跟你熟吗 你撞了我的车啊 你就想请我吃这一顿饭 就打发了肯定不行 来 把账号给我 我把饭钱还你 还有修理费 你说个数我全都还给你 撞了我的车 就想用一顿饭打发我 就想用一顿饭打发我 也不能想通过 我把我给你拨打发我 让你拨打发我 你拨打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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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跨打发我 你拨打发我 小时 你是我见过女孩里 最漂亮 最温宁 最懂事 也是最了解我的 我想早点跟你结婚 也是希望给自己 一个定心丸 万一我要真的去了英国 两年呢 万一 跟别人回家 跑了怎么办 那你万一要是找个 金发店的养妞怎么办 我绝对不会的 小致 你就当是为了我 暂时先答应我妈 跟我们打正理了 到时候 你想怎么样都行 好吗 你也不想 后知啊 后知 只有你这么傻 别人说什么 我就信什么 连婚纱照都没拍 别人根本就没打算娶你 你没打算娶你 老师爷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我刚才自己努力创造幸福 你是打我的脸 老婆 我是卫生 我是不是也都不想再接到你 你 清素 你又吸软了是不是 现在能帮你的只有获值 你怎么就下不了决心呢 哟 嫂子 你吓死我了你 怎么了 两天不见受刺激了 好好着头发剪了干嘛 怕什么 你又没做亏欠事 半夜还怕鬼敲门啊 嘴里随随捏捏的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念咒的 叫获知去好买 就算安安阿姨不起疑心 这获知也要起疑心呢 哎呀 这个怎么办 不行 这事绝对不能让蒋家人知道 不能没有姜村 绝不能 你这儿门外干嘛呀 怕我吃了你 明天我跟你去看医生 你总说我没有时间给你 看医生的时间还是有的 不用了 我自己能去 再说了 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放点睡吧 明天一早我帮你去 k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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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你爸居然 帮着你撒谎 说我记性不好 自己不知道放哪儿了 你们好会儿骗我呢 是吗 你少限制我人身自由 你再这样我绝食了 威胁我呢 我跟你说啊 霍智这个人 已经彻底从我们陈家 消失了 消失 什么意思啊 霍智啊 把那个结婚戒指 还回来了 你妈把人赶走了 颜老山 我告诉你 你这次真的太过分了 以后的事情 你少管 我不管你 谁管你啊 陈灵胜 我们结束了 陈灵胜 哈 你不是男人 不要 不是 kalau 康 ὁ麒麟 喂 护制 喂 姐 姐想请你帮个忙 帮我去见个人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 什么梦 让我看中医 还要自称情因素 就我这样 不得穿帮才怪啊 不行 不得回去问清楚 不然的话 不能把他除灭 我记得好 秦小姐 你知道你已经怀孕 三个多月了吗 我知道 胎儿已经成型了 发育一般 看你的模样 不大像怀孕 三个多月的 控制饮食了吧 你要注意 胎儿在孕期 可不能缺乏营养啊 要知道 你的体质可不是容易怀孕的 你三个多月了 才来做第一次产检 你要是真想要这个孩子的话 可不要儿戏啊 我知道了 你在哪儿 到了吗 你 喂 霍芝 你在哪儿啊 你 在家 你怎么还在家呀 我想了一下 我还是做不到 姐 你到底是什么事啊 你跟我说清楚啊 我不是说了吗 过几天我会给你解释清楚的 都答应我了 你怎么能这样啊 我现在 分个怎么办呀 你先别着急 我也没有想到 事情这么严重 霍芝 姐 求你了 姐 求求你还不行吗 你就帮我这一次 过几天 我一定会跟你说清楚的 我知道了 其实 我也只是想回来换件衣服 因为我觉得自己穿得 实在不像情绪 姐 就知道 你不会不管我的 不会不帮我的 行 霍芝 你赶紧换衣服 我现在就回去接你 你这给我把嘴画得也太红了吧 一不化妆的话 肯定会穿帮的 你只要化了妆 然后少说几句话 应付几句 没人会发现我们是两个人 这女孩是谁啊 这女孩是谁啊 这是江村的妹妹 你不用搭理她 你只要能应付江村两句 之后我们就在咖啡店里碰头 姐 你到底有什么事 瞒着江家跟我呀 你一定要跟我解释清楚 就算你是我姐 我告诉你 我也会生气的 放心吧 我一定会给你解释的 谢谢你了 我的好妹妹 已经到了呀 我们就在这个 整体组的门口 你 你在哪儿啊 甭妇 我告诉阿姨 我们一起来 我知道你不会让我难做 还要我没猜错 走吧 江村 感觉在哪儿见过 可知 现在能帮我的人 只有你了 我千万不能出差错 心里有点快啊 你最近心脏不舒服啊 可能是早上喝了咖啡 就是 有点心慌 阿姨 你说她心脏怎么了 别紧张 现在脉搏平稳多了 可能刚才有点心慌 你是不是早饭没吃啊 盈苏啊 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 伤心事啊 干预气质的厉害啊 这个都能看出来啊 当然了 面相骗得了人 脉相可骗不了 是不是江村让你生气了 阿姨帮你说她啊 盈苏 你现在就得放松心情 你的首要大事 就是调理好身体 赶紧生个孩子 干嘛 把这个药去煎一下 哎 你急什么呀 这是安医生给你的保健品 你 知道了 公司等着我去开会呢 我也有急事 那就先走了 哎 等等 呃 有件事想跟你说啊 我没有生孩子打算 也没有这个心理准备 你知道就好 你不是说话了 我就等你过任了 我 你哪有结婚不生孩子的道理啊 这是什么老公呀 这么冷血 点儿都不关心老婆 呦 没想到 我这嫂子情因素 你还会抱怨呐 抱怨两句不是很正常吗 说什么 冷血动物 不关心老婆 原来你情因素的骨子里 是一个怨妇啊 我有事我就先走了 既然我能在那儿碰到我的嫂子 那说明是缘分的 正好我还要去逛街呢 要不一起吧 我可以给你买礼物 我 妈妈 这什么奶瓶啊 你一定要几百块钱 花的又不是你的钱 你吃香药了 你吃香药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们才几个小时没见 你吃香药了 吓死我 你吃香药了 这些我都要 好的 好 早了 我对你好吧 我提前做好了准备工作 希望你能早日 还让我们家人家的大宝贝啊 你这些全倒是买给我的 当然了 虽然我不知道 你猴连马云能怀上 但是我们有备无患啊 秦云 真算你挺怀孕的 等你怀孕了 我看你怎么回事 你约好了在咖啡厅见面吗 你这是去哪儿了呀 不会江家人发现什么了吧 还不是你那个刁蛮任性 无理取闹的小姑子 非要拉着我逛什么婴儿用品店 分明就是挖苦你啊 姐 你在江家都过了什么日子 还有你那个老公 连正眼都不看你一夜 什么老公啊 还说 说什么 还说什么呀 没说什么 今天可把我气晕了 我的好妹妹 你也别生气了 坐 那江家人发现吧 没有 我也不想让他们以为 你有个穷亲戚 要到江家打秋风 别说这个了 姐你到底今天有什么急事 不能去看医生啊 你也看到了 江家人全都这么难对付 不然的话 我也不会拉你来当救兵的 江家人一直都希望我怀孕 可是我看了各种方子 吃了各种药 前几天检查身体 还检查出一些小毛病 我也不敢跟江家人说 毛病 什么小毛病啊 现在再复查 结果要过两天才能知道 我也是不能 哎呀肯定不会的 姐你就别多想了 反正呢孩子一定要生的 哪有结婚不生孩子的道理 是不是 谢谢你 来 姐姐 你現在沒有時間四千想好 你唯一能做的 就是把這個孩子生下來